俗话说得好,好吃不过家常菜 大白菜以后你别动也炖着吃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,老好吃老下饭了 刚从菜市场买了两个大白菜 清洗干净之后,把这个白菜啊 咱们给它片成小一点的片 黑木耳提前用凉水给它泡发开 这个红薯粉条啊,提前煮熟 加点老抽,上个颜色 锅中烧油,油热之后加入葱花红干椒 咱们给它炸个锅 炒这种家常菜啊,来得吃三香 这小味儿得儿就上来了 榨出香味以后,放入清洗好的大白菜 刚下锅的时候开大火翻炒 把这个白菜水分都给它炒出来 炒出锅气味儿了,这样事的话才香呀 放入提前泡发好的黑木耳 精盐味精鸡精,咱们调个口 少许的一品鲜酱油 再来点陈醋,少许老抽,上个颜色 放入提前泡发好的红薯粉条 最后啊,咱们开大火翻炒均匀 这小菜就可以出锅了 看看这小菜,有没有食欲 再配上两碗米饭,老香